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2022年6月29日 牛卡素报价比比 戈杀被拒 据巴西媒体环球体育的消息 波图拒绝了牛卡素对球队边峰比比 戈杀3500万欧元的报价 报道称 牛卡素3500万欧元报价波图边峰比比 戈杀被拒 波图要求至少6000万欧元 两家球会仍在谈判 这为25岁巴西边峰合同的解约条款为7000万欧元 比比 戈杀在2021年夏天从甘美奥加盟波图 上赛季出场41次 22次正选 贡献6球4注 该媒体表示 甘美奥可以在转会中获得12.5%的盈利分成 感谢你的收听与支持 不要忘记在我们的短片和关注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